有名的书法作品,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书法概念, 像《出汤四家》、《盐肥柳寿》、《滇章黄草》、《苏黄》, 大家不用记了,这是专业的一些东西,包括写的字比较好的, 像《元朝是赵蒙府》、《明朝是董锡昌》、《文正明》、 《 cinq日之后》,到了《青朝、正坂桥、南斗、湖、国》等, 我再记一个就行了,记王羲之的《南青春》,就行了, 因为他最容易, 因为到《书画》时副, 你看都是《南青春》,到处地地划这东西,甜点, 是吧,字节最好嘛,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书画之士, 文芳四博知道吗? 知道。 考的可能会考证写多西,是吧? 《比喇》 丙摸职业,画圣者是什么,写画画画的最好的? 五刀子。 五刀子是一个道士,画得非常好,在道官上画得非常好。 人穿的衣服就是五代当风, 他说飘起来风,一发就飘起来了, 我没有欠过。 很多成语和他有关系, 五代当风,画画的最好的。 所以画圣是什么道士, 书圣是谁最好的? 王熙之。 这是一件重要的东西。 下边还有一段时间, 我们把中国建筑艺术。 首先讲一下,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有所不同。 你在中国生活过,在西西兰生活过, 你感觉中国和西方建筑有不同的地方吗? 你给我说一说。 中国有那个角。 对,西方没有。 还有别的不同吗? 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有,我感觉我自己总结的,书上没有, 我就感觉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有很大有趣。 对,中国的建筑是一个比较封闭性的建筑。 家里有皇宫,建筑寺,都要盖很多围墙,对不对? 包括家里的寺和院都要围起来,对不对? 你看西方我们的新西兰, 你看它的院里边就是中和草, 当面墙,封闭性不够。 中国是注重封闭性。 西方注重舒适性,采光性, 我就注重采光采风,这比较好就行了。 注意舒适舒服性, 中国是要注意私密性和封闭性的, 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区别。 因为从皇帝到老百姓和建筑都是很重要的, 中国是有封闭性的,对不对? 西方看中,它的封闭性不够。 对不对? 但是更多人注意到采光,通风的问题。 对不对? 这是一个区别。 还有一个区别是中国, 有历史悠久,文化灿烂, 还有一些中国所注意的, 洋人不太注意的, 就是中国是风水, 营阳是重视的, 西方不太重视。 尤其是风水, 洋人也重视, 通风啊,透风啊, 它是重视的, 但不重视阴阳, 中国的作战, 朝北啊, 中国和它不一样。 对不对? 中国尤其是重视的是水的应用, 水的应用。 中国的水, 比如说家里要放水啊, 或者干一个城池, 中国的城外边都有护城河, 那西方都没有, 西方所有城都没有护城河, 中国就要, 有这么几层, 为什么要护城河里有两层意思? 一个是安全, 你过来进一条城里边, 要先过这个河, 我就可以把它用劲啊, 玩大色。 第二种意义, 护城河里, 还有一种意义, 用水, 城里找火了, 用水。 这是中国和, 中国对水的应用, 要更强于西方, 对阴阳重视。 西方更注重了, 通风透光, 是不是舒适性。 我想这是一个区别。 这是一个区别。 还有就是, 关于中国建筑一些, 我们书上有很多, 比如说城市的建设, 城市的建设。 刚才我们讲了, 中国的城市和西方不一样, 中国的城市既有城, 城里边包括, 它分得很清楚, 比如说城里边, 比如说是皇宫, 京城, 皇宫那边住房地的, 内城那边住大关的, 外城住老百姓的, 墙外边是护城河, 西方它没有这么明显的区分, 所以中国当然是等级, 所以城市建设不太一样。 另外在中国也有长城, 长城实际上是一种建筑, 中国是建筑, 只有中国有, 而且是万里长城, 一万里, 而且建了多少年了? 中国的长城从战国一直建造明朝, 建了两千年, 差不多。 中国长城建了两千年, 一万多公里, 是吧? 世界文化一产。 还有就是, 还有就是宫建的建设, 宫建的建设, 就是中国对这个房屋的建设, 是要求非常不一样的, 比如说皇帝, 皇帝盖的房子可以是九间, 你知道吗? 这个王可以建七间, 王是可以建七间的, 皇帝九间, 所以建九间可以, 到了王可以建七间, 到了侯可以建五间, 到了老百姓这儿只能建三间, 如果老百姓建五间, 你要建九间啥头, 九部之间是皇帝的事, 所以你不能建, 所以等级特别严格, 是吧? 因为对民居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, 那外国他可能没有这儿, 如果皇帝盖九间, 八百岁不能盖九间, 外国可以盖, 所以中国这个建筑还得等级特别严格, 还有一个特点, 就是中国讲到, 结婚要门当户队, 注意了, 什么叫门当? 门前面挂着, 比如说门锅, 门当挂着一个纵黄, 比如五锅, 挂一个狮子, 门队呢, 门前面两个石头也不一样, 门锅,五锅不一样, 是吧? 因为锅不一样的, 门当户队都不一样, 所以门当户队, 门当户队, 一样的, 比如说我这个有钱, 我罪付, 那你不敢, 不能用, 比如说人家刁了一个龙, 门当, 一品的, 刁了个龙, 你再有钱, 你刁了个龙, 就把你屠杀了, 所以你只能隔这个杀, 不能够, 户队, 人家就是那个狮子, 你是个五锅, 那你就只能到骨阁那儿, 老百姓再有钱了, 门当户队吧, 所以不用看着家, 不用进家一台门, 看着它, 这极品锅, 文锅, 文锅, 表达得很清楚, 所以中国建筑是等级森林, 宫殿或者是建筑, 西方还没有这么明显, 所以不太一样, 对不对? 还有就是这个帝王的灵亲, 中国的灵亲, 我们这个不作为重点讲过, 我还都去过, 从秦神皇到清东灵亲, 明石三里我都去过, 包括很多地方我都去过, 这个帝王的灵亲也是, 活的时候不宫殿, 死的时候是按照这个, 当然不是按宫殿样子, 按照这个不同的, 根据财力, 建这个地下的这个宫殿, 地下的宫殿, 也特别讲究风水, 尤其是讲究的那个, 好的地方, 华帝的建木了, 然后拜托得出去, 马上出去, 是吧? 一般是像什么, 一般都是一个, 一般华帝建的地方就是, 四边是山, 是吧? 里边有水, 前边有什么, 看墙, 是吧? 像青东灵, 青西灵, 明石三灵, 我都去过, 我看过呢, 穿着宝殿, 一般都不能处理, 围着这么一块宝殿, 是吧? 皇帝在这里, 埋藏着, 还有就是圆领, 圆领我们一般分成两类, 一类就是皇家圆领, 就是皇帝的, 是吧? 一般比较大, 比较大, 可能建的时间都会长, 比如像那个, 一和园吧, 河南建了二百多年吧? 一百多年吧? 是吧? 对对对, 也建了一百五十多年, 一和园, 有皇家圆领, 包括北京的, 像三海, 中海, 南海, 北海, 中南海, 加上北海, 皇家圆领, 当然还有一些民间圆领, 中国最有名的民间圆领是什么呢? 苏州圆领, 国政园啊什么, 苏州圆领也非常好, 还有就是, 就像刚才讲的长城也讲的, 长城是中国建筑的一个高峰, 或者是中国建筑一个重要标志, 是吧? 是吧? 像圆领, 长城啊, 宫殿啊, 都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鬼宝, 是吧? 还有就是像这个, 杜江燕啊, 像什么这个, 金航大云河啊, 也是这个这个建筑, 也是中国建筑的一个鬼宝,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宗教建筑, 宗教建筑像这个寺, 尤其是佛寺, 佛寺, 佛寺建筑像什么这个, 佛达巴中啊, 是吧? 像什么这个城的外边的酒庙啊, 是吧? 很多有名的像什么灵音寺啊等等, 都建得非常好, 是吧? 也是表示中国的建筑水平啊, 嗯, 还有一些建筑就是其他一些建筑, 像什么华表啊, 什么台坊啊, 台坊了解吗? 台坊就是有什么两类, 一类是表工台坊, 比如说你当了大官, 皇帝, 你死了, 刺丰, 一个什么什么名字, 拨前盖了大台坊, 表工的, 还有一种排坊, 不是表工的, 是表是品德的, 是贞接排坊, 是吧? 结婚五天, 丈夫就死了, 首股啊, 到这个五十年, 一百年啊, 表到皇帝这, 次盖了个贞接排坊, 整个排坊产类, 一个是表工的, 当功臣的, 所以也有很多排坊, 是吧? 一般都是, 一般都是, 建排坊, 当朝一品, 当然宰相, 或者功劳非常大, 皇帝会刺建排坊, 是吧? 还有就是, 民间品德比较高的, 主要像, 真建排坊比较多, 其他可能也有, 是吧? 另外就是一些大的, 著名建筑, 我们在这里就不讲了, 才是古宫啊, 古庙啊, 古庙啊, 是吧? 今天我们就讲了, 第五节课, 我们讲的内容比较多, 首先讲了中国文物, 文物, 然后讲了中国哲学, 还有中国宗教, 然后讲了中国书画艺术, 和中国的建筑艺术, 重点, 重点内容是, 中国的哲学, 和中国的宗教, 是为重点。 下节后, 我们讲了后边的内容, 下节后, 我们讲了中国音乐, 汲曲, 雕塑, 民间艺术, 科技, 教育, 科举, 民俗, 和世界文化遗产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老师。 不好意思, 讲得太长了, 怎么就关了他吧?